35毫米高定光学 超越一英寸 Nubia Z50S Pro 直屏影像全能旗舰 一手拆机 非正式测评 再次来袭 我手上的是一台 新鲜出炉的Nubia Z50S Pro 看看这个外观 还有这个质感 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开盖 我们先把后盖打开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镜头了 拆开支架 就可以非常直观地看见 这个35毫米影像系统的模组设计 体积非常夸张 后面几乎都已经塞满了 可以说是在逼近 现阶段工业设计的极限 把电池连接器断开 镜头就取下来了 好了 现在Nubia Z50S Pro的拆机 已经完成了 因为旗舰的影像模组 为了保证画质 很难做得很小 而且决定影像质量的 绝对不只是CMOS的大小 镜头也很重要 尽管单反与微单的机身 已经可以做很小了 但是镜头却不行 为什么选择特立独行的35毫米 通常的手机会使用一个 23毫米左右的广角主摄 我们猜想可能是直接沿用了 卡片机的传统 由于23毫米视角太宽 多数人使用后都会构图杂乱 把人拍变形 不是日常拍摄的最佳选择 而35毫米是摄影大师们 都偏爱的人文焦段 更接近人眼视角 即便也很小 是最适合消费者使用的焦段 毫无疑问 这个选择是颠覆行业 既往影像认知概念的开始 这次Nubia Z50S Pro的 35毫米焦段镜头 还进行了一个大的升级 使用了1G加6P的镜头设计 加入了玻璃镜片 光学性能非常强 说实话 全塑料镜片工艺如果不好 使用三个月到半年之后 你就会发现拍摄效果急剧下降 很模糊 就跟糊了一层油一样 或者说色散 眩光都会变多 但是有玻璃镜片 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给个特写 你可以看到 镜头非常亮 拆机 我真的是业余的 但是我相信很多牛仔都会有兴趣 所以我也不顾品牌部同事的劝阻 执意要来拆一下 来都来了 今天买一送一 我们来拆一下友商6000家的手机 这是哪个友商的 是13系列 拧下螺丝 好了 我们把三个模组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中间的是努比亚Z50S Pro 右边的是友商13 Pro 左边是友商13 Ultra 我们的可能更大一些 有点意思 努比亚Z50S Pro在35mm镜头的加持下 可能是业界最大主摄模组 在小米曲径条件下超越一英寸 手机行业都在卷影像的今天 什么样的产品才能给用户带来最大的价值 我们的答案是 从场景出发 让一切回归于人 让消费者拍出更舒服的照片